一定要把他们拿下 这是李二的意见 这两个家伙耗了我们很多时间 而且让爷弄屋的衣服 实在是可恶 必要的时候杀掉也在所不惜 反正把他们压归惊尸 他们也绝活不了 只怕我们两人未必是他们对手 这是云大的顾虑 其实这两个人并无大额 现在把他们逼得走投乌路 我们也身不由己 李二坚持行动 我们戳气不易 以五行术制住他们 让他们也逃不了 逼虎跳墙是一件显示 咱们还是谋而后动吧 云大仍然在犹豫 忽然间有人扯住了李二的后脚 同时一双手也搭住了云大的膀子 云大李二大吃一惊正要动手 才看清楚来人原来是蓝三和周四 云大喜道 你们也来了 他虽然高兴 但语气低的就像泥沼里冒的一个空气的泡泡 周四板着脸孔 看着远处正在生活的七少商 怎么 还没得手啊 李二冷冷说 不是还没得手 而是还没动手 为什么 老大死前想后 竟是找他人致其灭自己威风 云大分辨 不是 我想 也没有下定我们动手 只要我们把人逼出沼泽 这样贸然下重手 只怕不大妥当啊 周四拧头看着 七少商已飞剑刺中了一只 夜宿于枝上的秃鸟 与西大娘正兴高采烈的拔出鸟鱼 准备大嚼一番 你们看 他们哪是准备要出去 周四说 我们可以耗 可是外面也怎么办 你难道 要劳动他老人家 进来这脏地里抓人吗 云大垂下了头 连二说 也待我们恩重如山 纵是不敌 我们得试试 周四说 怎会不敌呢 咱们四个人 还对付不了两个身负重伤的人吗 蓝三说 这两个可恶的人 伤了老五 我们也该为五弟报仇 连二道 对 说得正是 蓝三说 要是老大顾虑太多 不如你就坐着 我们动手 万一有个插池 你先回去报爷 这也是万全之策 云大听得是热血沸腾 说什么万全之策 咱们一起动手 生死胜败 都在一起就是了 李二蓝三 祈祷了一声好 云大说 不过 我听说这两个人 也是江湖上的好汉和棋女子 咱们能抓就抓 最好不要杀人 蓝三决然倒了身好字 李二和周四交换了一个眼色 七少商和西大娘 也交换了一个眼色 他们的眼神却是温馨的 甜蜜的 他们正在吃肉 烤鸟肉 月亮的青灰圈亮在头上 火光炽热地在脚边 两人的脸色 也有着清淡祥和 也有着强烈的不安 好吃啊 西大娘说 原来沼子中的鸟肉 这么好味道 七少商说 其实这种鸟 是果多肉少 皮太老 并不是太好的味道 我知道了 你一定跟鸟争共 说是你烤得好吃 西大娘舔了舔 唇上的肉馅 笑嘻嘻地说 其实啊 只要人饿了 吃什么东西 都是好味道的 不是啊 我是说 你的香料和盐 调味得恰到好处 我真是服了你了 怎么在逃难的时候 还带着这调味和香料呢 怎么 逃难的人 就不用吃饭吗 七少商马上摇头 西大娘说 相反 逃亡的人 特别希望好吃一顿 所以呢 我们就应该准备一点 好味着东西来逃难 那 你是什么时候 已经有了准备呢 我一直到莲云寨 被攻破的时候 香料都准备好了 七少商忍不住感动 咔的一声 咬碎了鸟泪的骨头 西大娘一旦得知 她莲云寨覆没 即料定 她会来毁诺城求助 明知毁诺城 亦会受到牵累 也必定会被攻破 但仍然挺身相护 半身的心血 也于是被毁 七少商心中 更是难过不定 她这样坠燃的时候 不觉将目光移向了火焰 由于柴心多是湿湿的 而且柴枝不多 所以生起的火焰并不旺盛 只是悠悠蓝蓝的一团火 在这沼子之地 更有着一种 英雄解码的骨意 然而突然间火焰大盛 火势往西红泪掠去 火焰里有人营 七少商大吃一惊 还没来得及叫出声 便已出剑 但软泥里伸出了一双手 双手闪电般抓住 她的双族的族怀 其受伤顾不得许多 剑是破空飞出 火焰里的两人 本来一左一右 扑向西大娘 然而长剑划至 两人身形烧盾 去世烧错 西大娘手中烤肉飞出 右手一勤一柄小剑 已刺入火焰之中 火焰大声 火光中的人影 已奇迹般地消失 西大娘仍给着火焰 扫尽了颜面 遮而击退 他身形刚一动 背后的那半株朽木 突然动了起来 那原来是周四的计策 只要先擒住西大娘 七少商必定投降 所以他们主力是 先拿下西大娘 西大娘一退 那棵树的双手 便已孤住西大娘 但是西大娘的短剑 也同时向下刺了出去 那人怪叫一声 松手击退 火光中的两人 便是周四和云大 见李二受伤 两人身法击闪 已抓住西大娘双肩 西大娘的双脚 月空飞骑 分成一字 急踢而出 斜肩上的利刃 移到了两人的额脚 这时候 突然有人大叫一声 一个人破土而出 满身泥沼 口中喷出了一大口的鲜血 原来 蓝三紧扣七少商双怀 七少商情之已然 受制难以征脱 手中长剑又已站出 集中生智 不争反尘 双脚直没入泥中 蓝三正用力把七少商拉住 以为他要用力上冲 不料对方借力踏下 蓝三双肩同时被踏中 咔咔两声 蓝三知道自己 腹伤飞轻 怪叫一声连忙松手 破土掠出 七少商虽然伤了蓝三 但半身已陷入泥沼之中 这时候 西大娘那两脚踢出 明明踢到两人的脸门 但突然间脚上力道击空 云大和周四的头 像凭空消失似的 刹那间 双人四手扣住西大娘双腿 两人的头又神奇地 从这衣服里弹了出来 西大娘轻之不妙 而李二也立刻急功而至 西大娘以短见计划 逼退李二要封他学道的企图 周四见他顽抗 直到时机稍纵即逝 喊了一声 杀了 李二的攻势更加猛烈 就在这时候 只听一声长笑 李二知道 其少商已经赶到 他向西大娘的攻势 更加狠毒 他知道 自己若是攻不下西大娘 制住西大娘双腿的两位兄弟 处境必定危险 所以他忘了对方是个女子 只顾全力地发动攻势 西大娘双脚背扣 要应付李二的攻势 十分艰险 李二进攻三招 西大娘交喘不已 脸都涨红起来 李二再攻三招 西大娘仍然封锁得紧 剑意更加周密 李二又攻三招 但西大娘已还击一剑 李二立时发现 本来扣住西大娘双怀的 周四和云大 都已倒在地上呻吟着 接着他就中了七少生一掌 他飞了出去 好久才趴到了地上 泥花四见 刚好他掉落的地方 是松浮的泥沼 他的身子不住地往下沉 李二因为恐惧而大叫 因为胸口重掌不轻 一时间气血翻涌 连平时的五行顿发 也无法施展 蓝三立即掠过去救他 七少生一手搭住西大娘的肩 大娘可有受伤 西大娘笑着扶发 另一只手搭在七少生的臂上 那动作温柔关切 胜过万语前沿 周四与云大 五胸倒在地上 互望的一眼 周四眼神里的信息是 不服 再战 斗志旺盛 而云大的意思是 走 周四一咬牙翻腾过去 一手摘下云大身后背着的 一张七色的小弓 云大脸色大变 你 周四已在怀中摸出了一粒金丸 拉线瞄准两人就射 云大叫了声不可 一手抓住周四的右肩 周四没有理会他 这一弹已经射了出去 刘都风的麾下 有六名亲信 就是云大 李二 蓝三 周四 张五料六 这六人善于齐皇杂学 齐门遁甲 五行八卦 无意不惊 但是若论武功则是平平 刘都风担心他们武功 不而不纯 亦为一流高手所称 所以传下六件 极其厉害的法宝 给他们六人共用 这六十法宝 合起来一共三件 必要两件法宝配合 才能发挥威力 这六人当中 云大 敦厚稳重 李二 刚强好胜 蓝三 重情激进 周四心狠手辣 张五 忍辱负重 廖六 淡薄名利 刘都风 为免这三件威力 奇大的武功 汇出差错 所以风给这六人 不同的搭配 以希望在性格上 互相克制 真在生死关头 方可动用这等 犀利的武器 云大拥有的是 灭魔弹玉弯 周四拥有的是 一弯神尼 两者合一 这一弹射出 可化为千万弹 重者无不成为瘫痪 李二有的是 后翼射阳剑 而廖六有的是 轩辕无天境 两者配合运用 在猎阳之中 是一剑必杀 蓝丝尔所分刀的一柄 秋月刀 张无所分配的是 春秋笔 这一刀一笔 配合起来 据说可以 破尽天下的 奇阵和兵器 而周四 此时 抄起了 灭魔弹月丸 把这一弯神尼 就射了出去 奇哨上 乍听云大的鹤翅 已然警惕 乍见一颗金丸 渲然中天 月暗星辰 化作漫天的泥丸 直洒而入 天地间 直肆无所容身 只要给一碗大众 立即要终身瘫痪 奇哨上 彷徨无忌之中 忽见西大阳 用手一指 天网恢恢 但天意不外人情啊 人情里 总有缝隙可以走路 那一线生机 就像黎明时的 一丝天光 奇哨上与西大娘 向金公的一对比翼 极略而出 而这千泥万丸 唯一的疏漏之处 便是发弹的地方 奇哨上与西红蕾 直掠向周四与云大 周四呢 一旦发出 因为云大及时出手搭肩 所以在发弹之际 震了一阵 这一阵呢 就使得这灭魔 弹月弩和这一丸神尼的搭配 有了一些输缺 这一线输缺 七少生和西大娘已趁机攻入 周四为人十分彪悍 一架二人七剑 双肘一驱 全往内伸 确分左右击处 角度完全不合常理 就像一个人的手臂 完全被人所扭折扭曲一样 这是周四的七七拳 是刘独峰 亲传给他的绝招 周四的七七拳一出 但指尖的河骨 长颜的中竹 手臂的驱驰 还有温柳枝构外观 肩膀上的肩锅 一共七学 同时一麻 七少生一指破空 连中七学 周四全身僵直 但脚下击退 西大娘赶紧是 追击一剑刺猪 云大夜掌推开周四 喊着声退下 铁齿夹住西大娘一剑 七少生反手夺下周四 手上的灭膜弹引弩 攻险反切云大 云大武功反应十分快 铁齿一针 挡开一弯 双手抓住七色弩 便要夺回来 要知道 这可是刘都风传赠的质宝 云大说什么也不容他 落入到别人的手里 这一夺之下 自然夺不过来 但是云大护爵 又累一头 西大娘金剑 一圈扎了进去 云大怪叫了一声松手 你 七少生也吃了一惊 大娘 西大娘因恨这些人穷追不舍 杀红了眼 把他们全都杀光 一个活口也不了 周四闪身上的一把抱住云大 眼见他活不成了 只听云大在猴头里说了几个字 叫 叫爷 叫爷 替 替我 报仇 云大 咽了气 这时候 兰三也救起了李二 两人见好兄弟云大之死 又惊又怒 他们追随刘独风闯荡十数年 从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 一时间惊得呆住了 西大娘喊了一句杀 一箭向周四刺去 周四猛然放下云大 反身就逃 周四一逃 兰三和李二也极虑而去 三人走的时候 还留下了悲愤的话语 七少商 西大娘 你们杀了我们老大 我们一定会报仇 你们就等着给我们碎尸万段吧 西大娘身形一动 便要去追 七少商一把拉住他 西大娘回头 只见七少商向他摇头 为什么不过去把他们全杀了 不行 他们本不该死 西大娘看着剑尖上的血迹 但我已杀了一个 七少商看着倒在地上的云大 这是刘都风的爱将 他不会放过咱们的 西大娘冷笑 捋了捋头发 难道我放了他们 他们就会放过我们吗 不 但是杀了他们 无疑和刘都风 结下了深仇 结仇又怎样 谁叫他逼人入绝路 大娘 刘都风是个很可怕的人物 我说的可怕 不是他的武功高而已 而是他在朝野之间 都有一定的名声和影响力 他抓我们并没有尽全力 如果他尽全力抓难我们 想要逃生 是很渺茫的事 西大娘静了片刻 锤剑说 我是不是杀错了 七少商道 看来这是他们六人的老大 对我们寺心存善意 罪不至死 西大娘悠悠地说 我因恨他们攻破 毁诺成 以致一众姐妹受累 一时恨意难平 出手就不留余地 七少商说 杀都已经杀了 也不管那么多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 七少商觉得这位 巾帼有剩男儿的 气概的七大娘 仿佛彷徨迷惑起来 心中有着很疼惜的感觉 我们得冲出去 不都待片刻吗 不能再待了 刘独峰他们必定会闯进来 可是刘独峰不是怕脏吗 那只是他的洁癖 现在死的是他的心爱部下 他一定会不顾一切的 西大娘忽然变色 有人来了 七少商静思了一下 北边 西大娘说 咱们自南面退吧 不行 北边来的人武功低微 脚步可闻 南面来的才是真正的刘独峰 那咱们往西面退 七少商拉住西大娘 不 咱们往东面走 东面 东面还是回到沼泽地 七少商也拉住西大娘掠开 越过沼泽地带 便是往回走的路 咱们只有往回走才能脱险 西大娘一面急持一面说 要是刘独峰还是追来怎么办 他见到部下失手 难免会停留一阵子 而且他怕脏 追我们不至于太快 西大娘心想 这真要是兴军打仗 运筹帷幄 看着自己还是远不如七少商的 胡亭林子里 一个强义悲愤的声音 滚滚地传来 寒压震气呱呱乱叫 七少商 西大娘 你们杀了云大 天涯海角 我都会抓你们回岸